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祥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 就来自 刚刚完成了欧盟伦籍主席国务多久的捷克 捷克 有很多人出来 中文媒体就说几千人 但是这个未联社 就是这样 你跟我说几千人不是吧 这样上万 很多人 很多人 什么有什么 对 起码都有10,000人 anyway不要紧要 事实上也有人出来 因为捷克不是第一次 捷克 作为东欧国家 经济都是一样的人 你要看到 在今次的 能源危机 大动之下的高通胀 东欧国家 没有什么能力控制通胀 好像立陶宛 波罗的海三国 有百分之二十多的通胀 现在好些 都十几 反而西欧国家就慢慢可以下降 包括英国也比他们好 他们有实力 然后有些领导人的格局也不一样 用格局这两个字我十分同意 我们说过很多次 领导人的格局和人的想法行事方法 可能决定了你的地方 会不会真真正正发达起来 你说他在世界上算是发达国家 是发达国家 但是在欧盟来说比较差的一批 这次有数以 我觉得是万计 反正是多人的捷克民众 在首都布拉格的 亚慈拉夫广场举行示威 就抗议能源加价和通胀上升 要求这个亲西方的政府下台 为什么我觉得是个万人呢 因为捷克警方 是不愿意估计这场示威有多少人 为什么呢 这场示威就叫做捷克反贫穷示威活动 这场活动的路线 原先是会经过政府的办公室的 不过这样 报道就说 抗议活动和三月份的示威是一样 又在国会当中 是缺乏议席的右翼政党 就叫做PRO PRO就是法律尊重专业党 PRO就评击这个亲西方的总理 菲亚拉 他是中间偏右的 对能源危机处理得很差 而且他们这次很正 他说 不要怒恶我们亲的 我们没有 当然了 有示威民众高呼要退出北弱 更加有民众高呼要退出欧盟 因为搞到没有了自主权 他就说现在捷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因为这个捷克政府就说要打击假新闻 但是这个是仿旨 就用这个打击假新闻的名义 来侵害言论自由 这么像这个台湾地区的某些党 他就否认自己是亲昂 他就说我们呼吁布拉格当局 应该为俄乌战争的和平尽情做出贡献 要和谈 但是现在你说和谈 很多的人 尤其是要政治正确之下 你说和谈 等好等于你亲俄 这世界非黑即白 在广场一半的区域 都是被这些 抗议的民众占据的 所以应该不止几千人吧 应该不止了 应该不止了 他英文字面上是这样写的 是 我这样看上去应该是个万人 是不出奇的 当然警方也不愿意公开数字 示威的发行人 亦是PRO党的党会 拉奇尔就向民众说 政府答应自己 没办法胜任这份工作的话 然后就会辞职走人 但是他们没有 他可以说我都没做完 你怎知道我没办法 是 是 胜任这份工作 是吧 是吧 他就说不行 怎么应该 以前 前英国首相若汉逊也说过 我就是要留下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辞职呢 为什么要辞职呢 好像前特首 事实说要入热厨房 是吧 他就留下热厨房 是吧 当然有民众说 你政府要面的话立刻辞职 做政客一般来说不要面 对不起 欧盟很多国家都跟捷克一样 持续遭受高通胀 和能源价格飞升的双重影响 而且相当大影响 自从澳战争去年 2月份开始来 捷克这个国家 已经是欧盟来说不算有钱 但是通胀数据已经飙升到两位数 能源价格的激增 更加令到家庭的收入 是 荷包大缩水 捷克总理 菲亚拉 就打算是 减轻家庭和企业的负担 但是 财政赤字又很高昂 因为它始终中间偏右 中间偏右是很爪忌 有很大的赤字 这个退休金的议题 亦都相当棘手 等于法国 所以法国是没错的 他不搞你怎么搞 国家破产 当然你说我们只是顾个人 不理国家 国家破产 最后你也发不到钱 对 所以他要采取 比较硬的手段去推 对 我们说回 现在最新的民意调查已经牵涉 捷克很搞笑 他是五个政党联合政府 五个党 五党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已经跌到百分之二十 而主要的反对党也是 前总理巴比士的领导 ANO2011的支持率有百分之二十九 看见捷克的总统不是很挺台 台湾地区没出声 对啊 台湾可不可以帮捷克整个 台积电签去捷克就可以了 好像美国方面应该不会同意 台积电选择了德国 所以 对你认为 如果你迁去捷克的话 越来越远就怎么办 立陶宛 那又是从側面证明了 对的话 立陶宛立陶宛 是不是 真是浪费 这又是担心笑的 台湾也是玩差 并不是玩的 而且敷衍一下你 是不是 敷衍一下你 只可以这么说 现在东欧国家深受其害 但东欧国家令人意识形态是很弱的 在欧盟国家来说 越是比较差一些国家 意识形态越强 这个是 所以玩意识形态 最后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前途 如你所说 格局真的注定很多事 我也不想这么说 但是这就是现实 如果经常只是看着你 当然你说我就是看着我当地的新闻 那又怎样 要关注的 没有叫你不看当地的新闻 但其他地方的新闻 你也要只要大概 两阳夜没有冲突的 但往往你看同一段新闻 当地报的手法 和其他媒体报的手法 你也看得出你当地的水平 又到哪里了 我昨天也有说过 我昨天也有说过这个 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 他就说 欧洲和北京的关系 取决于 北京的行动 包括对台湾的行动 之后这个事由事报 博雷利强调 台湾 是决定 中欧关系 哇 你说到这么大 说到你是唯一吗 不过这么说 他们的民众应该就不会去欧盟的网纸 看博雷利 那就带什么了 其实也有subtitle 其实博雷利说很多东西 他就是说 因为现在欧洲就是和 中国有三个定位 第一 第一就是合作伙伴 第二就是竞争者 第三就是系统性的对手 那博雷利的原话呢 在他的欧盟的网站上面有的就是 北京的行为 将会 北京的行为包括对台湾的行动 将会决定中欧关系如何 包括 包括和全部差很远 你不要说到这么大 其实博雷利还有说 这个欧战争那些东西 哈哈哈 所以 以前我们笑一些黄友的世界中心 其实你会发现他整套伙伴都是这样的 就是要令你觉得他们世界中心什么人都支持我们 但是你知道这个现实的时候 不会 就很残酷的 我也不想这么说 你看看很多working holiday 虽然他们做的工作可能 有些人英文就没什么跟当地人接触 但是你始终看到整个地方的人是怎么活的 是不是每天都说撑台 挺台 怎么会啦 叫声你说 我是台湾人 那会收平这些 又会不会说我们同一套民主价值 基本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是吧 不会怎样强调的 真的 是的 真的不会怎样强调的 就是我们都经常说有些地方 我不敢说穷到只剩下民主两个字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对 应该是说 没有东西说到只是懂得说民主两个字 当然这些民主 民主一定是很多种 是不是一定要西式民主才对呢 我们经常说中东地区就真的行不通 包括你之前 我认为塔图班 现在塔图班20年后再掌权制 说明了很多东西 你是搞不定他们的 要用他们那种管理方法 你看最后 伊朗和沙地亚 或者自己谈 当然他们是代表两个某宗教的两大派系 但是最后他们都可以拆得到 反而你这么多年都拆不住 所以每个国家的情况具体分析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就是七国集团 在日本的反对之下 其实七国集团再次是同意 很搞笑的 七国集团同意了加速淘汰石化能源 但是在日本的反对之下 其实他们是 为什么用笔过两个字呢 是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最搞笑的 你没有明确时间表等于一句空话 日本就说 这样吧 后来他就叫中国去搞 中国一直在搞的 日本就主张 将全球气候努力还需要得到发展中 国家的支援 包括中国 你都要出一分力啊 大哥 一路说人家 不是他不给个时间表 因为日本是要用很多石化能 七国集团G7 他们就承诺要加速淘汰石化燃料 这个台湾地区的化石燃料 都可以的 孔龙化石嘛 他们想着 那他是没错的 那他整天都已经变成了 但不是那么 我们说的特训 常用的词语不是化石 是石化 你想到孔龙化石而已 你不会想到那些燃料的 就想着同意 是加速淘汰石化能源 并且转向可再生能源 而日本的气候战略政策核心 是遇到重大的反弹 他们就达成协议了 达成协议之前 日本和其他成员国 是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棘手谈判 背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日本呢 就是觉得 我们 你就有那么多资源 我们不行 老实说日本真的是 能源资源比较少 之前他们和 俄罗斯一起合作 开发这些天然气和 石油的 叫做油田 他们都 没有说不用俄气 因为俄罗斯有份 这件事他们很务实的 在上星期尾 在日本北方城市 集房 举行的峰会最后公布当中 G7就承诺加速 逐步淘汰 未减排的石化能源 就希望 到2050年实现碳零排放 其实更早的版本 这个草案当中 日本曾经反对加入承诺 但是 英国德国法国通过谈判 就是成功 叫日本加进去 日本也承诺 2030年 新增的海上风电 总装机容量 达到150吉 并且将太阳能发电 总装机容量 升到一泰瓦以上 这两样东西都是中国最擅长的 尤其是 风能 太阳能更擅长一点 另外 G7的成员国也同意 要有共同努力 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之后 是令到大家可以有稳定的供应链 不过 环保人士 就觉得 浪费了 日本是骗人的 在日本持续的反对之下 成员国 再次未能够 淘汰 燃煤发电厂设定明确的时间表 当然 因为现在日本 他又不敢多用这个核能 以前的石油用核 福岛事件之后 他就害怕了 其实他就用多了石油天然气 和煤炭 东京方面 亦主张全球气候努力 需要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援 尤其是中国 是的 事实上你这些是要合作的 但是 国际关系那么紧张怎么合作 其实我觉得 反正现在你们都是一句空话 我都不想这么说 但事实上就是 加一块 淘汰石化燃料 不过没有时间表 只得一句港字 是吧 我就觉得 他们一直都是 之前亦都说 为那些 受气候变化影响国家 为埋单 埋单 不知道去了哪 所以 很多东西 大家知道 当然有些人就很相信他们那一套 尤其是 很多未在西方国家住过的人 走 有些 Biannover就很相信他们 会为反承诺 呃 你们这样觉得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经常说 看看他几年后 有多少人真的得到 新BC 是吧 不用说那么多 好 这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又说一下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 好的消息很多 但是坏的消息 也很多 就是法兰西 法国 这次说好消息 日本来说法国的负面消息 都几多 其实有些东西 我觉得法国做得几好的 比如 这个 跟这个 马克龙访 华其间 讲话其实是什么错 现在 当然 很搞笑的 台媒有讲到很大 他就说 现在 全 包括他法国外长 他说 对台政策 是没有变过 是不是对台政策 可以无限解释的 撑你 还有 马克龙说句话 他有什么错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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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台海有战事 就不 亦欧洲 不应该 喂 他是 推荐来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大反应 不应该 卷入台海战争 当中 这句话有什么错 不是 正常国家都不想卷入 那我又想问一下 为什么北约和欧盟 不想直接卷入 这个澳战争 一套逻辑 是不是应该这样 不过他们就说不是 知道为什么吗 他说 因为经过台海 很多的 一些货品会经过台湾海 是真的 这是现实 但是我都可以这么说 乌克兰出口很多粮食 还有很多能源 所以 都是 那两个字 双重标 双重标 双重标几个字 double standard 就是这么简单 说回法国 原来 法国的股市 迎来了一个 复兴 发国的 CAC40指数 是 飙升到历史新高 为什么 原来 是因为 风格清零政策之后 北京就重新开放经济 他们 发觉 没什么多 最多就是 奢侈品牌 因为奢侈品牌的股价很正 法国的股市 连续飙升到创纪录高点 为什么 因为投资者 纷纷是涌入法国奢侈品牌集团的股票 当然 因为中国对于 这些高级品牌的需求 有持续的反弹 嗯 咦 老潮不是说 以后 没人买这些 好像你又登了 我发觉 CAC40指数今年 到现在 升了16% 比去年 九月底的低点 已经升了30% 表现是比 欧洲的 斯托克600指数 和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 最近几个月 为什么美国那么大事呢 因为他们半导体行业 因为这个又是制裁人 制裁自己 因为你制裁中国 有些东西不准 出口到中国 其实他们的公司自己都赚少了钱 当然 其实最主要的 原来 自从去年第四季以来 大概三分之一 的这个涨幅 就是这个 法国股市的涨幅 是来自几个大品牌 就有这个爱马仕 我们买不起的 还有开云集团 还有 露威明軒 就是LV和Dior的 这个 总公司和欧莱雅 等等的 这些品牌 这四间公司 最痴善的爱马仕 股价升了61% 哇 是的 之后这个世界首富 阿洛特 他的 露威明軒集团 就升了45% 所以露威明軒集团和爱马仕 的股价创下了新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奢侈品行业 近期取得成功 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的清零政策 拔走了 摩根斯丹利就说 不是我说的 就是中国是欧洲奢侈品品牌 没有之一 就是最重要的市场 疫情此前 中国私费者在昂贵的这些奢侈品上的 个人支出 大概三分之二都在外国买 摩根斯丹利也说 奢侈品在 欧洲的价格 可能比中国低30% 所以飞去买 计算机票 就是对于有钱人 当然 亦是 是划算的 对于我来说 怎样都不划算 因为没钱买 想得好 亦都让大家知道 就是人类美女共同体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经常说这句话是真的 你制裁人 都是等于制裁自己 这个不需要再争拗 已经证实了 你看这么多示威 第一个新闻就是 你制裁人 其实捷克就等于制裁自己 是吗 兜了一个圈转回来 民众一定会上街 因为太难顶了 太难顶了 没错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